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页板指呢是跌百分零点六七收包一千六百一十六点 那么成交呢 今天继续说量哈 只有三千七百三十亿 特别呢 是午后的一个说量非常明显 那么港资呢 今天禁流入市二十五点二亿 那么八大盘盘面来看的话呢 今天很明显 大小指数啊分化严重 这个权重指数上去之后呢 这个中小盘呢 再下跌 那么说明了这个位置上的有资金还在套利 尤其是一些高位科技股补跌 影响市场情绪 那么板块来看的话呢 今天农林牧鱼里面的猪肉股啊 受到国庆假节 国庆期间呢 猪肉价格不断的走高影响 刺激这个板块走强 建材板块呢 水泥迎来旺季啊 这个价格的一个上涨 加上这个 啊 地场的一个啊 预期上的一个造好 那么水泥股是走强 房地产板块呢 也是走强啊 在今天尤其是新的一个LPR了 啊 这个毛啊 晃毛之后呢 发现这个负面影响啊 落地或者说有限呢 那么这个板块在底部啊 有一个继续上升 龙头呢 这个保利地产以及万科股A呢 这两个个股啊 涨幅都比较大 那么也看到呢 实际上港股几个内房在9月份的一个销售数据还是啊 不错的 超过市场预期 尽管呢 市场认为这个 此前认为是啊 这个楼市啊 没有经久银食 但是呢 啊 他们的一个业绩啊 尤其是龙头企业呢 是啊 超出了这个市场预期 那么A股有一个率先反应 那么与房地产相关的这个内需啊 家电股呢 由于啊 它的一个啊 估值偏低呢 也是受到资金的一个追捧 那么领跌板块概念呢 则是这个传媒板块里面的影视娱乐股啊 在国庆这个观影这样的一个事件催化之后呢 利好落地啊 那么啊 这个利好出境啊 那么啊 板块这个炒作结束啊 资金套利 那么这个板块涨不上去呢 很大程度还是因为这个市场竞争比较强烈 以及呢 这个业态的一些问题啊 那么啊 令到呢 这个各国啊 还是处于一个炒作里面 难有大的一个盈利上升行情 那么电子元器件板块呢 呃 高位股的一个下跌是拖累板块走势 那么尤其呢 是美国在昨天呢 是对国内的八家这个啊 所谓的监控安防这个科技公司啊 啊 有一个限制啊 那么两个公司包括海康卫视跟大华股份是今天停牌 那么在后天呢 会复牌 那么其他的一些个股股价呢 都啊 早盘影响还还比较小 那么下午这个跌幅是扩大 带来了一定的一个恐慌情绪啊 令到其他一些科技股也在快速下跌 那么国防军工呢 啊 是这个也是有一个利好啊 出境这个国庆的一个军演之后啊 这个炒作呢 是部分资金兑现离场 那么通信板块呢 同样的也是高位的一些科技股啊 今天跌幅比较常重 那么今天呢 从我如果从万德的一个情绪指标来看的话呢 实际上今天呢 这个涨跌各半啊 情绪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啊 平均损失呢 基本上都在啊 这个负的1%啊 到这个正的1%的一个收益空间里面 啊 但是呢 这个小的一些指数啊 实际上这个跌幅啊 还是比较大的 啊 那么首先回顾一下这个过节期间 这个欧美呢 啊 尤其是美国 PMI呢 这个不及预期 那么加上呢 这个欧元区的一个德国经济也是表现比较差 啊 另外呢 这个美国要向这个欧元区欧盟呢 去征税啊 这样的一些负面的一个啊 经贸情 经贸事件的一个影响 啊 那么节假日呢 外外围市场表现是非常差啊 那么这个与此同时呢 美联储在10月份的一个降息预期又在上升啊 那么流动性宽松呢 实际上是一个利好啊 那么呃 是对于这个风险市场来说呢 应该也是一个刺激作用啊 所以呢 消息有点这个各半啊 那么当然对于A股的影响是一些比较有限 那么简 那么应该这样说过去过节的时间呢 对A股来说并没有说很多的一个重大利空消息啊 那么不过呢 所以呢 这个接下来谈判 礼拜四 礼拜五呢 中国这个总总总 啊 副总理啊 刘鹤会去到啊 美国进行十三轮的一个谈判 那么今天外外汇表现呢 也比较稳定 但是市场我认为会观望啊 这个谈判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谈之前美国方面刚才提到科技大棒再次挥起啊 去黑名单纳入了八家中国企业 那么这呢 无疑给谈判前呢 蒙上一层阴影啊 是比较这个偏负面一点 啊 所以接下来呢 一方面谈判要关注 另外呢 九月 十月中的时候呢 上一个月的一个啊 货币信贷数据呢 加上这个经济终端数据也会出来 那么如果说有一个不及预期的话呢 将会大大的打乱市场对于其啊 经济在啊 四季度起稳的一种预期啊 那么这也是要关注 另外呢 这个月份有国内的一个四中全会 加上呢 政治局会议要召召开 那么相信呢 有更多的啊 稳定这个政策出来 那么也是形成了一个支持的力量 那么最后来看呢 总结来看 我觉得市场的本质呢 还是要回归到盈利表现以及未来预期 所以呢 十月份前呢 所有这个业股的公告呢 会 啊 低三季度的业绩能会出公告 那么这个业绩呢 将会左右后面的一个市场表现 那么对于市场的一个展望呢 这也是节前说到了 我们再拿出来讲一下 啊 认为呢 是这个前高后低啊 这个价头跟补涨啊 谨慎部署 那么前高后低呢 尽管说今天这个大小指数分化 但从K线的一个技术指标ISI来看的话呢 跟KDJ来看 啊 短期呢 向上的一个超跌反弹机会更大一些 毕竟节前呢 这个调整的啊 也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 那么节后 明后几天来看的话呢 我不会看的特别淡 啊 主要是因为这个节后啊 流动性的也是明显改善 那么加上呢 权重股如果带头发力的话呢 这个指数啊 要补回上面的缺缺口呢 在2950到2970的位置 还是机会比较大一点 但是呢 要在上三千以上 我觉得难度也比较大 因为现在缺乏啊 催坏因素 那么加上呢 出口跟投资偏软呢 啊 通胀又限制这个宽松 不确定呢 还是比较强 那么后面的一个把握呢 主要还是在三季度业绩好的一些股上 我们加大这个部署 那么估值下修之后呢 一些底部的个股会补涨 年底的 会补涨 那么也留意一下呢 这个年底啊 一些高位的科技股 如果业绩不达标的话呢 可能会有提前兑现的一个风险 那么我认为呢 现在市场的共识呢 从头部企业确定性高 估值偏高 啊 仍然是这样子 但有一定的一个抱团风险 啊 主要的一个板块呢 我们还是看一些补涨板块 包括今天的领长的内房 啊 基建以及支援 还有一些今天还没涨的汽车股呢 在后面可以啊 重点关注一下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到这里啊 这个明天节目里面呢 我们再见